环保局的永续方舟馆即将在12月3号开幕了 而馆内分别为教育空间、体验空间以及创新空间 结合台东的特色提供各项的环境主题展示以及教育 还有让民众透过实境体验绿色环保小游戏 好玩又有趣 而综合计划科的科长也先带我们抢先看 那我们在海洋捡食垃圾的时候有一些是燃食不能去捡的啦 那像鱼啊、木头啊、贝壳等等不能去捡 透过实境体验捡食海肺 让民众能够透过游戏了解捡食海洋废弃物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让小朋友去竞胎 那华宝局底下有准备一些 我们其实整个政府啦 我们底下有河川军守、海洋军守 跟一些竞胎的一些活动 那这些就是透过一个竞胎的模式 那这些就是透过一个竞胎的模式 华宝局永续方舟馆即将开幕 館内结合台东特色 提供各项的环境主题展示与教育 让人相当期待 跟所有的县民宣布 我们12月3号 台东县的永续方舟馆 会正式开幕的 当天会有记者会 那我们这个馆呢 是一个环教场域 也是受环保署跟县府的支持 所以我们台东县有一个非常棒的 环境教育的场所 欢迎所有的县民往后呢 能够常常回家 而永续方舟馆 未来将提供玉教娱乐的 环境教育场域 也欢迎民众或是学校团体 预约参观 一起来体验环保绿生活的实境小游戏 九层安如台东市报道